大家好,我是小风,当下摆地摊非常的火爆,我奶奶刚才给我打电话,让我跟这儿商量商量,也想摆摆地摊卖点东西去,我过去看一看。 妈,我听您给我打电话,说想摆摆地摊去啊。 是啊,这么点地摊挣不要钱,咱们都开始去啊,打啥业啊,要不干啥的? 关上去没产品呢,卖啥呀?喝,你等着。老太爷挺硬的。 哎呀,老太爷又把青桃古装穿上了。对呀,这个摆地摊咱们这里有点个性。 歇拉屎堵一份。对呀。来,您传这身,咱们祖孙俩摆地摊卖啥呀? 卖这身皮。都卖这个?对呀。这谁买呀? 谁买?咱们都是照相,照一次相,十块票,价不住人多,这一晚上,最低的也得两千片。 我老太太打牌子都弄好了。我老太太照相,你直播,咱们价不住人多,这一晚上都挣得多。 没毛病。可以吧?喝饮十元一次,可以,这碗子可以。 咱们我想这番,是翻前睡觉,晚上上那儿挠影去,咱们多凉回呀,上那儿,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呀? 这碗子不赖,来着哪儿挖可以,但是随便告诉您,哦,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您这一出马一次都能挣得一万多。 咱们吓咱们吓咱们下巴了,真去呀?真去,趁着这百天不要钱,咱们是一本万利。 没毛病,那刀子大了点瓣,弄了压,最后再放上那个欠牛魂。 现在开始 现在不用 现在不吓人 12点的时候 脸还得饭好 大家感觉小峰给我奶奶 摆这地摊咋样啊 又想入股了吗 又想入股了啊 欢迎评论留言 好奇小峰买的这个楼房 问的最多的问题都是 小峰这个楼房花多少钱 也拼命买的 为啥总不装修 还有都是这个楼房 距离我们老家有多远 今天小峰就给大家伙公布一下 小峰买的楼房 距离我们家的距离不算太远 也都是15里路 开车的话 有十来分钟都到了 距离挺近的 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边啊都属于我们新城区了 以这个铁道路 为坟界线 铁道 往南都是村庄 往北都是我们 季县的城区 小峰现在买的东楼啊 是在我们天津市济州区这个新城区 这一看新城区啊 全是搬迁户 我买的套房也是还钱房 这都已经到小区里边了 一口那大伙看看小区外表的环境 绿花还是不错的 小峰为啥选择这儿呢 出门口是小学 我们规计上学比较方便 然后那边啊 有一大商场 我喜欢购物比较方便 后边有一条大河 我钓鱼比较方便 就是这样 这么简单 我买的套房是高层 二十六层 然后我买的是八层 说高不高 说低不低 这个是小峰买一根床 八十平里的 有很多朋友说 你已经不装修了吗 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小峰买的关天房 里边啊 全是落地板 但是要 不怎么好 看这墙面 都裂头子了 让你看一看啊 朝这大口吧 从那个底下 一直得到晒 从前锁 还有那个脚线 看看 一碰就掉 好几处了 最期的人呢 就是地板坡 他的色沙 都跟那个小伙儿 尿着似的 一鼓子一块 还有这个 卫生间的一个顶子 都已经渗透了 看到了吗 这应该是上边那个方式 没做好 这个关天方 哪个挺好 就是这个毛更比较多 你家那根枪梅呢 这一溜头裂子都开口了 像这些东西啊 必须得跟物业沟通 看看那事我咋够解决 还有很多粉丝朋友 观众小峰买这个方 是大成全还是小成全 这个是有方本的 这个是大成全 小峰这个方是80公里 花了56万 这个分天方的价格 确实是比较便宜 我说句实话 我确实是图了一个便宜 买的 还有很多朋友 我发来死信 问小峰是怎么买的 贷款是吗 说实话 贷款了 用的是装运金带的 如果不贷款 我也买不起 这个方买了一年了 但是受了疫情影响 钥匙刚到手 我说句心里话 我有点后悔了 为啥说这个方买后悔呢 因为这个方买完了之后 我们那个先从城里边 那个房价也降了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方已经买到手了 今年小峰视频就先拍到这里吧 喜欢小峰视频的 记得点击关注 有一位同城网友 给小峰介绍了一单生意 我一会儿去给他送点东西 挣点外快一下 来 这锅盆呢 这呢 你看我刚敲出来的 这全是好的 都是好的 这是一流的 你知道这多好啊 这拿搓蛋子 人家买钱要买好的 这个敢是上哪找个好事 腰了吗 腰了整三斤 等三斤呢 嗯 不 那我给喝一下 嗯 这网友啊 又要了几对温丸鹤头 我给卡一下尺寸 因为挺长时间没弄了 忘了 要的是私一的 这些河头啊 全是我岳父家的 我渔谷他那边山区 特产卖卖卖卖合同 这也是私一的 中了 要六对 还有一点窝窝干 这都是那个通城网友 给我介绍的买卖 小峰给涮一下 还有手套吗 拿几分啊 有呢 给我拿几副 送几副手套 是吗 出发 给他送哪去啊 送那个新腾医购物机 走了 知道吗开门 给我抬肝 我过来他也抬 我骑车也抬 你汽车是车 我们自行车也是车 到地儿了 给那个汪友打一电话 我还找不着咱咱呢 哎呦 我是小峰 我到那个山大叔 山府大叔 稍稍用的这儿了 啊啊 在那后边是吧 二楼那儿吧 哎猪好嘞 好嘞好嘞 多数多点皮子 这儿有点皮 这我偷一次上这沟街上 你咋还不乱 你然后又发香 放下音乐 厉害啊 又快在那儿弯一下 你等会儿吧 啊 走了 完事了 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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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小峰不错 也非常感谢这个通城网友 给小峰介绍这单买卖 连送货不到四十分钟 小峰挣了八百块钱 点签的感觉是最爽的 哈哈哈哈 一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网友啊 这个网友啊 他这眼是练这个书法的 有很多人喜欢玩这个河头 他之前看小峰拍这个视频 就是给我发了个私信 介绍了咱生意 本身这个河头全有岳父家的 就是给他刷了 走了 回家了媳妇 今天天气不错 挺凉快 一会儿拉着我奶奶去干活鸡 奶 啊 干击去了 不干击去 咋了 你瞧瞧 这东西 咋了 早下我刚切了 七点多桌 都当街都来大发车 有两人喊 上广场那儿老奶 这大姨们的 上这家园啊 领东西去摆给 哎 我都啊 啥也没干 连饭都没吃 叮咕叮咕都去了 到那家园都发东西 先发小塑料袋 发了小塑料袋 都给发这个 你瞧瞧 你瞧瞧 这是拿小塑料袋的 没有塑料袋的还不给 有塑料袋的还给呢 然后 大爷大妈妈可别狗 还有大礼物呢 完了都说 咱们发大塑料袋啊 完都发大塑料袋 打这个呀 大塑料袋都给了 大妈我上你们吃点饭去 中吧 中 我给你捞粉骨 不上你们家去去 咱们上饭店拿一百块钱 中 有一百 那家伙没有 你也去 也得 这都回来打这个钱呢 有钱的 发大塑料袋 不给钱的 不给你那塑料袋 完了这个 完了 交一百块钱 给咱们一塑料袋 都发这一个 你瞧瞧 这啥锅啊 这是做水的锅啊 你看看 摆给了 你听我说呀 摆给这锅 你们说好不好 大伙说好 你们世界欢迎谁欢迎的热烈 给谁 打手拍就乖疼 打这扎乎都给你了 交一百块钱了 这一百块钱我不给你中吧 中 你看 现在是给呢 不是啊 他说毛 说毛话呢 要乎的这个呀 你也别走 还有好礼物呢 说给啥呀 给这么大小方块的一个 一个手表 回来这大东西一拿 大伙一直商量 一筹 出这货 哎是可以 那小花啊 只拉下的一溜烟 都跟那个 滑郎子放屁似的 有一溜烟 人家都开走了 一百块钱不给了 回来我还说 我还差一块手表呢 转点找不着人呢 一溜烟 坐车 那车里头先有一个司机那等着呢 他只要一坐上 一溜烟都走了 感应强了 我看说 凭强才罢得呢 这一百块钱 瞬间被坑了 那可不 那你俩小子长啥眼儿啊 那小哥 长得五大三粗的 穿着一个马铁 还挺横 他讲课还不让人家说话 这俩小哥 带这么专 可没小便呢 打个老太太都给坑的呀 还有哭了的呢 骗头人吗 少说也得要三千四千的 咱这多少人呢 那可不 我刚大伙儿啊 可别贪小便宜啊 我这个都是贪小便宜 贪小便宜吃大亏 你说都这点玩意儿值一百吧 现在农村这片子呀 片数太高了 咱们大伙儿加点小便宜吧